民眾開車在國道往墾丁國家公園的路上 意外遭到輪胎皮的襲擊 民眾開車行駛在國道上 突然遇到了前方拖板車爆胎 巨大的爆炸伴隨著衝擊力 輪胎皮整個打中他的車身 嚇得他趕緊往內側車道歉 直呼發生這種事情到底能閃到哪裡去 拖板車的爆胎噴出那麼多東西 讓他也不敢隨便殺停 就怕會釀成追撞事故 只好默默承受 所幸人平安無礙